好,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蔡瑋芬老師 我們上一次講過出口國的社會福利 出口國的社會福利,這是上一次的課程 接下來我們來談一下進口國的社會福利 那進口國的社會福利呢 從原本我們以台灣來講 以台灣來講,台灣本身的那個價格 台灣本身的手機價格原來是一萬兩千塊錢 在一萬兩千塊錢這個水準下 它所產生的量是三萬支手機這個量 一萬二、三萬,縮小一下 一萬二、三萬支這個量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它的那個生產者的剩餘 是在F加G這樣子的一個水準 這是我們台灣的生產者所感受到的利益 又稱為生產者剩餘 那消費者呢,它在一萬兩千塊錢這個數字下 它的消費量也是三萬支 達成平衡碼都是三萬支 數量上是平衡的,價格也是平衡的 它的消費者剩餘就是E 這是在貿易發生之前的一個狀況 E是消費者剩餘 F加G是生產者剩餘 當這樣子的情況下我們的社會總福利 是E加F加G 這個三角形面積也就是這裡 圖像裡面的這個位置 現在發生國際貿易了 發生國際貿易之後 我們的手機的價格不就從一萬二下降到一萬塊錢嗎 那下降到一萬塊錢之後呢 一萬塊錢的水準下 對生產者來講 對生產者來講,生產者看的是供給曲線 對生產者來講 他願意生產的量也只剩下一萬支了 因為萎縮了嘛 所以一萬支手機 一支手機一萬塊錢的這種水準 他所能夠造成的 那個生產者剩餘已經剩下G了 所以在進口 當國際市場出現了之後 進口國的生產者剩餘會只剩下G這一塊 那同樣的一萬塊錢這個量 對於需求者的這個需求曲線來講 消費者的需求曲線來講 它的需要的量會到達五萬支手機這個量 一萬塊錢的手機會有五萬支的需求 那這個所跟需求曲線所構築出來的這個大三角形容器 就是我們的消費者剩餘 所以消費者剩餘變成了E加F加H 這麼大 就是從這裡的說法一樣 E加F加H 所以各位同學你可以發現 在貿易之前 是E加F加G 這是社會的總福利總剩餘 貿易發生之後 除了E加F加G之外 他多了一個H這一塊 所以變化來講的話 社會總福利是增加的 是增加的 但是消費者剩餘他也是增加的 他增加了H 他從原本的那個 消費者剩餘他增加了F加H這一塊 有沒有本來是只有F 本來消費者剩餘是只有E 只有E 現在增加了F跟H這一塊V型面積 所以他增加了這麼多 可是就生產者來講的話 他原本是F加G 現在剩下G 所以他少掉了F 但是總福利是增加了H 所以我們這裡達到一個結論 進口國的生產者剩餘會減少 進口國的消費者剩餘會增加 社會總福利會增加 這樣子 因為消費者所獲得的利益 超過生產者損失 超過多少 超過到H這麼多 OK 這個是我們對於那個 有關於進口國的社會福利的一個變化 的一個簡單說明